本节目内容既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或购买任何股票及金融产品的邀约 投资者不应只按本节目内容进行投资 WeChart用最贴笔的语言和大家议图论势增值财富 WeChart节目主持人周哥KC 好 回来第二节 大家好 去到WeChart的第二节 以往第三节才讲技术教室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想 讲不及了 讲不及了 比较详细少少 深入少少 讲多少少和弘大分享 讲慢点 因为讲太快的人 所以今次我们第二节就开始技术教室 好 由于到尾我们仍有时间 我们会谈其他一些金融市场 这样有点意思 今次的技术教室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些不同的图表 去表达的表达方式 令大家知道有些什么图表有什么用处 哪种好用哪种不好用 以下来我们先等Yuki 和我们介绍不同的图表的一些情况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線圖是相對簡單的圖表 圖表上只記錄每個交易日的收盤價 用線連接著就可以了 線圖是最原始的圖表表示方式 所包含的市場資訊亦最少 因為只有一個收盤價 但是不是因為這樣便毫無用處呢 當然並不是這樣的 其實市場經過一天的買賣 不同的消息流入 買賣雙方夠量 最後踏至平衡的結果 就是收盤價 所以 當我們將每日的收盤價連接 就反映出市場各種因素 取得平衡之後的格格走勢 柱狀圖是西方國家比較常用的圖表 每一條柱代表了當日的交投範圍 顯示了開盤價、最高價、最低價和收盤價 收盤價往往以小環線標示在放在右邊 但是受到蠟燭圖的影響 柱狀圖亦都逐漸改進 加入開盤價 在市場的發展 蠟燭圖大受中國投資者所欺愛 另一方面 也影響美國的柱狀圖作出改善 蠟燭圖在香港曾經被稱為紅黑棍 由於蠟燭圖的日語快音 以K時開頭 所以蠟燭圖又叫做K線圖 點數圖 或者叫XO圖 是一種有超過100年歷史的圖表分析方法 在點數圖裡面 X記號代表格格上升 O記號代表格格下跌 格格變動 最少有一個單位只需要填上一個記號 所謂一個單位就叫做價位幅度 Box Size 可以是1元、5毫或1元 視乎不同的資產價格 和用者需要而定 另外 由X轉為O 或者相反 就要波動超過一個單位 稱為轉向價位幅度 Reversal Box Size 道士理論 是由美國華爾街日報前總編輯 查理斯道爾是1900至1902年間 所發表的市場分析文章總結而成 雖然查理斯道爾的原意 只是分析股市的狀況 去衡量美國經濟表現 但經過之後 在美頓整理 查理斯道爾對市場的分析物諾和方法 已經成為現在市場分析的經典理論 根據查理斯道爾的分析而制定的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目前仍然是反映美股走勢的重要指標 亦成為其他各大市場和各種指數設計的基礎 此外 道士理論對股市的市況分類 股民心理狀況和走勢變化 亦獲得近代行為金融學所概認 好 回來了 剛才Yuki說得很清楚 說了不同圖表的類型 但其實剛才都是一些重點的介紹 詳細的圖形如何看 如何去畫出來 我現在就細細地跟大家講講 首先我們先講線圖 麻煩你一圖圖 圖全部我都是用恆生指數 方便大家去理解 這張是線圖 所以線圖 剛才Yuki說了 這些線都是用每日的收市價 連結成為線圖 大家看到橫軸是時間 中軸是恆生指數的指數 看到價格波動 那條線又升跌 線圖的不好處就是 它每日只得一個價 或者每一條線裏面 只用一個價去連接 變成如果我們要講日線圖 中間的波動 升有甚麼高高低低的 是反映不到在線圖 即是說簡單來說 線圖 某些我們覺得 尤其是對一些所謂 String Trader 有用的資訊 是集了下來 我們沒有法指在線圖裏面 找出最理想的入市機會 或者出市機會 變成需要其他圖形去配合 但是正如剛才所說 線圖是否完全沒有用也不是 對於這些 譬如喜歡長線投資的投資者來說 線圖是告訴大家 大致價格走勢的表現 去判斷甚麼價位合理不合理之類 但始終缺視了提供一些 令大家入市機會的訊息 我們先回來那邊 出一個PowerPoint給大家看看 下一個類型的圖 就是柱狀圖 好了柱狀圖 大家見到這些柱狀圖 有時候好像中國的武器鐵拐那些 大家看過 激 激 激 即秦始皇武器那時 一根棍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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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人用鐵拐 一個手柄一根棍子 我現在的外國警察還在用的 是 所以用武那些要小心點 但是以前的柱狀圖 大家見到柱狀圖的元素 然後有幾件事 第一 一條垂直的直線 代表最高最低格 以及兩條橫線 一條橫線在左邊 就是標示開市價 一條橫線在右邊 就是標示收市價 以往來說 這些柱狀圖是不標開市價的 是 但是隨著 使用那個case 如果前方用得多 就發覺少了資訊 就加了開市價在那裡 其他那條直線 有最高最低價 柱狀圖是這麼簡單的 四個元素 開收市價 最高最低 這個就是另一個情況 就是開市先 高開低收 高開低收 然後又有最高最低價 是 之前第一支就是低開高收 沒錯 第三款就是開市價跟最低價一樣 收市價跟最高價一樣 第四款 我們再來PowerPoint那裡 講蠟燭圖 即是第三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四種線圖 第二種Points and Figure 第三種 Far chart 第四種Candle stick 我們先說蠟燭圖 先說蠟燭圖 蠟燭圖 我們先說 我想出另一張蠟燭圖 這個來的 這個 是剛才一個 蠟燭圖 一般來說 就所謂蠟燭圖 或者陰陽燭 或者叫做 紅一棍 紅一棍 所謂紅棍 就是低開高收 所謂紅棍也就是陽線 我們先看看 首先開市價 接著收市價 兩邊的 就是兩個價 開市收市 接著最高價 最低價 開收市價 兩邊連接 就成為一個實體 所以紅黑棍 或者陰陽燭 就是視乎實體的顏色 凡是低開高收 我們就叫做陽線 實體是紅色 然後最高價 跟收市價 連接就成為影線 又在上邊叫上影 下邊最低價跟開市價 相連影線叫下影 好 打斷你一點點 好 希望各位觀眾 在這個時候 留意一下這些名詞 因為 以後我們再論述所有圖表 都會以陰陽燭為基礎 再加上我們經常會提大家一些影線 影線跟實體的比例 對於後市的預測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些訊號 所以留意著這些名字 給多點 attention 上影線下影線實體 因為將來會有很多名詞 都是從這幾樣的變化出來 剛才是陽燭 現在是陰燭 陰燭 顧微思議高開低收 收市價低於開市價 同樣有最高點成為最低點 開收市價同樣連接成實體 由於高開低收 所以我們用黑色標示 所以就是陰燭 而實體就是黑色 最高價和開市價連接成為上影 最低價和收市價連接成為下影 即上影和下影在陽燭和陰燭 是沒有分別的 是吧 好 我們拿個實例 麻煩叫圖3 這個圖同樣是剛才的恆生指數圖 只要用蠟燭圖標示出來 大家見到有些空深紅色的就是陽線 有些黑色的就是陰線 這裡暫時不教大家怎樣看 那些線代表甚麼 大家認識了這種款 就叫做陰陽燭或者蠟燭圖就可以了 而這個橫軸同樣地是日期 因為每一個竹 陽燭或者陰燭 每一個竹代表在日 所以是日線圖的陰陽燭 陰陽燭也可以是日線圖 可以應用在周線圖、月線圖 甚至是小時圖、分鐘圖 都可以 但所出現的信號 強弱性或者持久力都有分別 當然日線圖的持久力會強些 小時圖的出現信號 可能有效性只是幾個小時 所以很視乎大家究竟在做甚麼投資工具 例如說如果是炒外匯的 就是炒槓桿式產品的 可能是旗子 可能是槓桿式外匯 黃金 商品期貨這些 就會放多些錢額在小時圖 因為可能每小時的變化都很大 但相對於一些 可能一些長線些的基金經理 他們可能會看日線圖 或者周線圖 視乎你投資的時期機場和產品 最後我們講講點數圖 我們看電腦的出 正如剛才大家聽Yuki說過 點數圖只有兩個標記 上升就用交叉來代表 下跌就用圈來代表 所以以前我們俗稱交叉孔 這些是甚麼 大家看到 剛才在圖裡大家看到交叉是逐步出現向上 接著當它轉向下跌的時候 就用圓圈來代表 我們也提過有一個叫做 reversal box size 所謂reversal box size 就是究竟它升升一下 要跌多少 我們才算它真的跌呢 一般來說就是三個box 所謂三個box 就視乎一格我們用代表多少東西 所以代表多少東西 就是一格可以代表一元 或者二十元五十元 這個可以由那個trader 交易員自己決定 是可以決定 視乎它自己經驗 亦都視乎它投資策略 它可以拉得闊些 又可以收得緊些 因為你的reversal box 可以是三個box 可以是兩個box 如果想敏感些 可能甚至沒有一個box 是的 它好處就是 這些box它定義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減除一些所謂noir的雜音 有些波動是沒甚麼意義的 它可以當不好 但有些想連雜音都追上 所以就用一個box 而這些亦都會產生一些買入訊號 所以亦都比較簡單直接 突破就已經算簡單的一個買入訊號 正如圖中所見 當跌了之後再升上來 而突破了上一個頂位 或者密集區的頂位 就叫做買入訊號 這是現在的簡化圖 我們又拿個實例給大家看看 或者我們出圖4 或者我們出圖4 這個是恆生指數的圖 但由於上下波幅太大 所以分了兩節出 因為它做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們要連接到下一節看 我們再出圖5 這裏就比較接近些了 大家見到曾經出現下跌 又再升上 最近出現三個魚血 亦都在跌勢裏面 但是大家見到 無論是交叉好、圓血好 都還是維持在密集區裏面 直至今日為止都未出現一個突破 所以就跟之前我們提及過 對於現時的恆生指數表現 在一個紮幅波動、觀察期的結論 是比較上一致些 我們講講點數圖的應用 其實大家一般來說 已經很難再找到點數圖的應用 因為其他使用工具比較多 而點數圖的難度在於主觀性強 究竟你用50點代表一格好 用100點代表一格主觀性比較強 還有很多其他工具 已經提供到比較上確切的買入或輸出信號 所以點數圖的應用處 在現在來說比以前少了 亦都在一般大家接觸到的 那些技術分析的工具 都較難再找到點數圖了 只能在網上高 某些網站可以拿來看看 我們講了四種圖表 KC四種圖表你覺得哪種會更好用 不如問大家看完四種圖之後 有甚麼感覺 我相信大部份人都覺得你最尾那隻點數圖 真是爬頭髮得了 都不知道你說甚麼 學難學 理解難理解 其實我入行那麼多年 二十多年 最初都是學美式第二隻 第二隻 拉尾就開始第三隻 就是陰陽燭 就是K線圖 就越來越普遍 其實第二隻和第三隻 就是bar chart和candlestick 其實已經很接近 難聽你說的 只是衍生改章 把實體連上去 跟著填上顏色 是一個進步 這個進步其實挺重要 為甚麼 因為當你一眼看下去的時候 黑幅圖裡面 你已經很清楚看到 紅黑的分佈 從而你馬上知道 有個感覺 知道究竟最近 或者是一個上升趨勢 還是一個下跌趨勢 單份顏色 就已經可以給到你第一個訊號 就是第一個感覺 很重要的 而bar chart是給不到的 還有蠟燭圖 由於它有形狀出現 就是稍後我們會再講 它表現了市場裡面 那些投資者的心理變化 是比看的人強烈很多 當然 因為它有顏色 加上一目了然 是一個進步 至於快點說線圖 因為線圖 線圖不是不好的 我有時發覺 你說得對 如果我是一個長線投資者 我根本對每日升月跌的那個 對於我來說可能是一個Noise 即是統計學上叫Noise 即是一種雜音 我覺得我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不壞 我去拿到尾 這樣看線圖 反而又是另一種感覺 是一個好例子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看美股 一隻美股叫Visa Visa 一看過去 你就馬上知道 我接下來升年跌了 這隻真是好東西 我沒有買的 所以我可以說 我沒有持有 不過幾年前 叫朋友買了 都有幾倍 但是一看起來很開心 因為真的一個感覺是很清晰的 是一個買入的感覺 非常之強 最後那隻就是圓圈交叉圖 正如所說 為何這些圖不盛行 不流行 除了軟件沒有它之外 很多軟件都沒有 但為何軟件都沒有呢 因為少人用 為何少人用呢 因為We are not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這個就是我們的會 我們會的宗旨 We are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為何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其實正如剛才所說 轉彎位那個 就是 那個 主觀性 第二就是 你每一個老闆的高度 也都自己設 就是每個價位 上跳一個 或者下跌一個 也都沒有設 變成大家很主觀 去記錄數據的方法 如果我的方法 和你的方法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 還有 其實我可以說 我入行的時候 都有人用 有些阿叔在旁邊 不斷點 我都見到 其實可以說是被淘汰 絕對是 因為我們如果看圖型分析 圖表 有些叫假突破 如果這些點數圖 出了假突破 你是會輸得很厲害 所以慢慢下來 其實都放棄用 好了 既然放棄了 我們停一會 第三接載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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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